每个企业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 我们会在生意上感到绝望 迷失 或者是太多选择 当然我们会走到成功的道路上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 我们都会邀请 Singapore Excellence Award的得主 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心路里程 还有他们的成功的道路 这个节目是由Singapore Enrich Group 容易呈现 小伙伴朋友们你好 我是阿宝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一期的封面人物 每一次组织封面人物我会觉得很兴奋 兴奋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跟各行各业的老板企业家们接触 同时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保费人知识和经验 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了另外一位企业家 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这一期的封面人物专访 今天比较特别 特别的原因是他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到了一位中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接受我们的访问 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的是周启士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周医师你好 你好阿宝 周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呢 我从事这行大概有三十年左右 三十年啊 哇哦好久哦 所以从几岁开始就入行了呢 其实我们是从我父亲以前小的时候就 很小的时候就带我们去他的药店那边帮忙了 这就耳如目了 就看到父亲哦 慢慢就对这行产生了荣厚的兴趣 当我当完病之后 就马上出来全面的投入我父亲的店里面服务 然后各年就是去读上了这个综艺的课程 然后经过了四年之后就成功的考取了我的综艺执照 所以您这些是德性药行诗人有钱公司的掌舵人吗 对不对 所以请问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德性药行诗人有钱公司的主业或服务有哪 哪几样呢 我们现在主要是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中药方面 收买中药方面的业务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方面的业务 这是我们现在中医师的医疗方面的业务 就是有两样哦 第一个就是中医服务 然后第二个就是卖草药的服务 当然你知道今天你刚才有说过了 就是你是第二代嘛 所以德性药行已经是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大概五十年吧 五十年这么久啦 还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尔赞我们封面人物的一些朋友 都是第一代创业的 长延到洪华人这么说到嘛 创业容易 首业难 再加上你现在是第二代哦 在今年就是一个五十年的一间公司哦 有什么有什么心路理想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呃从这几 创业从几十年来这个中医的发展来讲 的确是有很大的改变啦 但是以前像我们以前卖药来讲 就是一些就是普通的这些卖药啊这样 就是然后以前也没有那是所谓的中医注册啦 这中医师就是他们有的是 没有经过真正的院校毕业 也没有经过真正的训练 他们也没有经过考试 教育医师嘛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呃 对讲起中医很多人都害怕 对对就是说对中医的印象 就是你所讲的刚才所讲的 就是江湖疏势哦 呃七七片片啊这样哦 但是的确是有某部分是这样的人啦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的出现 然后到发展到现在来讲 现在就是呃 对中医就比较亏泛化了啊 比如在大概是十年之前呢 就是呃政府就要强制性每个中医呢 都必须要呃有那个执照才能行医 好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的 省医的中医师嘛 其实都是呃 呃在卫生部有注册的 所以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那些医疗的行为 各方面都要符合卫生部的要求 而且要严厉遵循 不可以乱用药 也不可以说残杂西药这些 最严重的会被吊销执照 不能行医的 甚至坐牢的 所以这方面就是 当然有这方面的政府方面的这些规划的话 变成现在逐渐的话 人们对我们中医就比较开始有信心 所以现在来看中医的人 也慢慢的各年龄层的人都会有增加 因为在以前来讲 看中医一般上 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老年人 年轻人他们多数都不看中医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因为至少对中医方面 他们觉得比较有信心 所以他们也可以上网去查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从从来毕业出来的 有什么经历经验 这样有过什么犯错吗 都可以从那个里面的网级网络里面查得到 所以变成他们就对中医方面就会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政府在规划这方面 就是说对我们有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觉得只要我们自身是 就是有了文凭在那边的话 各方面都遵从就是政府的这个要求的话 这样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方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对大家都好 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都是震荡的在心意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重要的环节 因为阿宝我之前较早几年前呢 我也在从事这个行业 当然我不是中医毕业 我只是说帮他们做行政后面 所以我真的知道说卫生局在这方面 对所有的中医师真的是很严厉的在管制 确保就是说每一个中医师的水准 文凭都是合格的 然后也一定的医疗的经验水准在那边 我们也可以渐渐发现到在新加坡这里 中医服务也开始抬头了 也都包括大型的一些公司 都开始愿意接受由中医师开的那个病假单 对对那MC 对因为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之前在新加坡 只认证就是西医的一个病假单 中医是不可能的 然后在这几年进发展开始 这样发展这样下来 中医也开始进入了新加坡本地医院一面 对对 也开始大家都有这个意志 我同时在吃西药的时候 我也开始能拥有中药的一些配合 然后相辅相成 那病人的生活素质更加提升 对对这个是真的 所以有这样的这方面全方位的这样配合政府这样的一个管制 跟提升喔 从事老行家已经50年的一个公司来讲的话 有没有办法帮到贵公司的业务呢 跟整个形象呢 当然这个的确是有方式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现在政府的这个条例来讲 就是对首先就是提高了我们中医师的地位了 就是我们家不是以前我们中医他们就叫Sense Sense 所以我会跟他们讲我们不是以前的Sense 我们现在有一个政治的名是中医师的TCM嘛 所以在形象方面的确是已经提升了 这样就是也是就是说人们已经对我们中医呢 会比较有信心 这样当然我们也会比较说敢做这些就是就是 去为他们服务啦 因为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存在一个信心在那边 要不然等一下如果他们对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他吃了药他也是觉得没有效果嘛 那现在如果他们对中医已经有信心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更有信心的去执行我们的任务啊 去做我们的医疗事业 希望慢慢继续的提升我们的这些医疗的水准 让我们的这个中医能为我们的大众的人民呢 做更多的服务 能提升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水准 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断的去去外国那边 尤其中国那边呢去接受训练 去开会 比如说我本身也是读了这个广西众医学院的硕士 这是在那边是读古上科的 所以我们以前是读那一科的话 完全没有这个古上科方面的经验 他读了之后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颈椎病啊 sliptease啊这些东西呢 锯键盘突出啊这样 就有一个比较深的影像 所以在自行我们的医疗任务的时候啊 就会有更好的成绩出现 所以对一般的这些病例来讲 他们也会得到了更好的照顾啊这样 好 这样哦在从事这个行业应该接受吗 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希望 会就是就是 或者一个目标 或者一个愿景呢 给就是贵公司呢 当然现在我们 我们觉得现在在中在这个 中药行方面发展的是的确存在着很多 这些不平的道路在那边 很多挑战在那边的确 因为现在年轻人大多不喜欢做这个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行业会比较辛苦一点 比如他要做的时间比较长 对 甚至有些没有什么假期 好 现在都是八一到八五嘛 但是不可以 我们因为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好 所以有些有病人 所以我们都会做 至少一个礼拜做六五天 而且这时间也是要做大概是十个小时左右 就是所谓的retail outlets hour那种 对对对对 再加上有一些 从那个中医的 中药的那个门市方面也是这样 服务 因为的服务方面 然后病人的服务方面的 我们也尽量 因为有些病人他会要放工就才来看诊 所以我们的时间也不可以说只是office hour 有时还要拉长一点 好 而且顾客上门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把我们的服务时间给延迟 所以这方面就是时间好像有些没有什么固定 所以现在变成 传统的药店呢 一方来讲呢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后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 我想希望我能在这方面呢 就是如果把中医药的这个事业呢 能把它扩大的话 给多一点人看到一个更大的希望的话 希望能更多的人能加入 而投入了这个中医中药的行业里面 对 希望能把我们的中医 因为我们中医中药都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所以我们的愿望就是要把它给发扬光大起来 把它在 而且希望这个中药和中医方面对人们的健康呢 会有更大的贡献 哇 真的是医德父母心哦 不感觉 因为从你的整个访问的过程当中 你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如何为世界 为这个社会而服务 但是在商严商呢 保佑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看 比如说可能在其他的行业里面 因为 呃 呃 成本啊 然后呢 多少的牟利啊 这个都是可以预称在里面的嘛 因为 我们都是从事可能卖服务啊 或者产品 但是哦 来到医疗这一块 因为 身为一个医师 身为一个医生 我们都一定说 哦 医德父母心 我们就要把病人的病情给医好 所以可能在这方面 还有 因为你又是经营 你又是找多主 就是第二代的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不晓得 你会不会进到两难 因为 要如何去衡量 病人的那个 啊 啊 那个福利 同时要照顾到公司的盈利 怎样去衡量的这块 啊 OK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啊 当然 呃 我们 因为刚才我们讲我们的 呃 这个事业方面就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不是当然靠医疗 对 我们还有一个门市 是 啊 这门市 所以我们就会互补 啊 在当然呃 在重要的 重要方面当然 呃 我们呃 重要都是不是说很昂贵的药材了 都是一般性 所以我们也会 呃 而我们是处在牛车水 呃 这个地方的话 也有一部分是一些 呃 一些就是说比较中老年人的 他们的经济情况 其实也是不是很好 就靠孩子们 对 靠孩子们的 给啊 的资助啊 这样哦 其实是 所以我们的 通常的医疗费都 不会放得很高 所以这方面 呃 我们是抛作一种 呃 一方面是为服务 为人民服务 当然 当然 你也讲的对 但是 不可以只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你也要有 能 呃 有这个资金去支撑 你的服务 对 这是个很顺利哦 对 也不是一个 呃 一个慈善事业 对对对 呃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当然我们有 会这一方面就是做好 我们的这些医疗方面 呃 保持一个高水准的 医疗水平来吸引 多一些呃 病人呃 好 呃 我们来给他多一点服务 那第二来就是我们也 呃 尽量去 现在也尽量去 打开我们的 门市方面的市场 哦 因为呃 在经营在医药材店里面 的确是呃 在成本方面的确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呃 还有租金的问题 不还好 因为我们有 现在有一些 自己买的一些 房地产 啊 好 所以租金呃 租金方面就比较 稳定一点 好 没有这样大的压力 然后刚才我讲过 在做我们这些行的话 很大程度上 是靠我们自己人 就是比较我们多数是 有一些自己的 自己的亲 自己的亲人 去做 所以在呢 在 心经上面 我们也就是没有说 完全按照了这些市场 的要求 对 做一点的 更动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 常常就是在 呃 好 啊 来平衡 这方面 呃 刚才你所讲的 这个 就是服务 以成本方面的 这个平衡 为主 对 所以 诶 要问你多一个 老调了的问题 这是我很喜欢 问的一个问题 你看哦 我们华人 有这么说到 这句话 当然 我知道在这边 并不可以 这么用它啦 呃 就是呃 人家会说 富不过三代 不过 贵公司 已经 五十年的历史了 我相信 也准备要交棒 交给第三代 对不对 有没有如何 有一套方法去 培养第三代的人 来接棒 呃 呃是的 的确我们也很注意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 直接在 呃 华人企业 在跟西方的企业 的确不同 华人企业 就是刚才讲 就是就是 就是由家族管理 啊 它不像西方企业 就是以 这个 就是请外人来管理 就是 呃 会比较 呃 独立一点 好 然后华人的企业呢 就是会比较 呃 就是请的 就是很多是自己人 所以在这方面 我讲如果要延续 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行业的话 当然 我们必须要学西方 呃 一些西方方面的那些管理 好 进一些管理 对 对 对对 而且要做 要制定一些制度 啊 这个制度就是 确保 呃 我们的这个 在管理方面呢 不会说 呃 出现了一些 呃 寻思啦 啊 或者是一些 呃 不规范的那些 行为呀 这些东西 好 所以如果 我想 如果一个制度 我们 能势力一个好的制度的话 这些我们的事业呢 就能 呃 传承下去 啊 所以我们想在这方面呢 就是尽量 呃 会培养我们的 呃 第三代 就像现在我的女儿这样 呃 她我们也呃 叫她去读中医 现在她是读了第三年的中医 再还有过两年 就要毕业了 所以我们会 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也尽量 在传授她 呃 在 呃 在经营方面啊 对对对 还有以后 在做中医方面 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啊 再迟一点的话 也给她在我们的店里 做一个实习啊 这样 好 啊 来以后 为她以后 投入这个行业里面 做好一个准备 哦 这位爸爸 除了是好爸爸之外 也是好雇主哦 为后人的路都已经铺好了哦 我多希望 我家爸也可以为我铺好所有的路 就不用怎么这么辛苦了 没有啦 题外话 接下来想问您 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 当你得知贵公司 获得Excellent Award的时候呢 有什么想法吗 或者什么看法呢 呃 当然 会觉得 只有我们也从来没有破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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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 对对对 所以刚刚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很惊讶啊 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啊 是不是真的哦 啊 那过后呢 呃 惊讶过后呢 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欢喜啦 诶 我能得到这个奖项 就是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 呃 能得到大家的对我们的肯定 哦 所以我们也觉得 呃 我们的所付出的努力呢 呃 能得到有一点回报 所以我们呃 就是因为 因为得到这个奖项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应该会要更加的努力 去做好我们的东西 因为在 因为大家对我们 都有一个这样的 呃 어 期望嘛 啊 所以我们啊 呃就会在 这方面呢 要做的更好 要把我们的事业啊 把我们的服务啊 更加再提升 叫更好的境界 来来报道我们的这些广大的 这些顾客群呢 对我们的 这个家人 until we know this 呃的那个肯定 我觉得你们是实质名归的,因为毕竟贵公司已经50年的历史了,所以获得这个奖项,我相信真的是实质名归的一个奖项。 所以今天周医师在这里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我们大家居住在新加坡的朋友们,包括在国外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想跟贵公司联系的话,应该播什么询问热线号码呢?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2276179 我们也有一个网页 是www.techsunsg.com 再次重复就是www.techsunsg.com 英文字母就是T-E-C-K-S-O-O-N-S-G 因为SG代表新加坡,对不对? .com就是带给你导导我们的德信药行私人有钱公司了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也就是我们德信药行私人有钱公司的掌舵主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心路里程 今天真的真的是很庆幸而来到这里跟周医师身上学到很多保护的资讯和资料 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见 你好,我是阿宝 AH 还有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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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tan 阿兰 阿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